这个小卡拉在享受吞云吐物时突然发现 一群特警居然无缘无故闯进了他的家中 但奇怪的是他们并没有将小卡拉带 而是让他慢慢拿起了桌上的手枪 就这样 小卡拉因持枪拒捕被当场击毙 而他之所以落到这副田地 全因自己惹为一个绝对不该招惹的人 这里是金斯敦 一个方圆仅有16公里的平凡小镇 却建立了足足七所关押囚犯的监狱 地下市长米奇和弟弟迈克掌管着这里的一切 他们黑白两道通吃 再次建立起了让所有帮派和证员连接的书鸟 权力之大让人望之莫及 就连真正的市长来的也得俯首称臣 这天一个帮派大佬的女人找到了米奇 对方以一万块美刀作为报酬 希望米奇能帮助自己拿到藏在郊外的一笔赃款 面对这种搭把手就能赚大钱的活 米奇自然是毫不犹豫答应了下来 然而就当女人心满意足起身离开之时 她那妖艳貌美的身材 却让一名来此办事的街头混混生出了歹心 于是当晚她趁着夜黑风高之际 悄悄来到了女人所居住的公寓内 只是没想到面对此情的大嫂竟丝毫不慌 然而错失了唯一自救的机会 任凭她再怎么强悍也抵不过混混卯足权力的一击 就这样 男人不仅搜刮掉了屋里全部的财物 甚至还发现了那张白天曾给米奇看过的藏宝 当晚米奇安排自己的弟弟迈克和凯尔 前往郊外取出了藏有这笔赃款的包裹 两人不做犹豫直接将其放进了米奇的保险柜中 等到了第二天交货时 米奇才刚一进入办公室 米奇本就是个不会为钱而丢命的人 于是他直接打开保险柜将赃款丢给了劫匪 但却没想到下一条 事后收到消息的迈克第一时间开车赶往现场 进屋的迈克在看到哥哥米奇已经凉透的尸体后 他不敢相信的瘫坐在原地 心中滋生出的除了愤怒以外 还有对未来的茫然与无助 三弟凯尔一是如此 并且兄弟俩清楚 绝对不能让凶手有进入监狱的机会 于是在特警部队将对方住所包围之时 迈克便气势汹汹地杀了过来 虽然没能亲自动手报仇 但与迈克有过交好的特警们也没有留守 直接将凶手给打成了大型的命 事后迈克来到了酒吧中买醉 可就在这时昨天黑帮大佬的小弟走到了他的身边 对方表示即便米奇死了 那笔赃款也必须得转交给他 听闻此话的迈克顿势暴怒 如今哥哥去世 地下市长的头号交以理所当然落在了迈克的身上 只不过此时的他还不知道 这座方圆不足17公里的小镇 即将掀起一场巨大的腥风血 因为刚才那名挨了揍的混混 将迈克拒步配合的消息带给了监狱中的老大 虽然米奇曾给过自己许多便利 但愤怒的他还是决定从外地调来扔手 准备教育一下这位新上任的市长 新来的玉锦在值班时突然发现 牢房里的黑人囚犯居然敢明目张胆地威胁自己 虽然囚犯捏住了自己的把柄 但玉锦也深知不能一直被对方踩在脚下 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对策 只见在暴揍完囚犯一顿后 小黑立马扔掉了手中的警卫 随后一头撞向牢房的墙壁 然而这还没完 深知作戏要做全套的他 毫不犹豫钻进了还在懵逼中的囚犯身下 任由对方卯足全力的组合拳 挥向自己的面门 不过多时外围看守的玉锦也赶到了此处 在看到有囚犯居然敢殴打玉锦后 气不打一出来的 他们立马轮圆了手中的警卫 朝着地下的囚犯一棒棒地挥去 而此时策划这一切的小黑根本不知道 这件看似不起眼的打闹将渐渐害死自己 因为被殴打的这名囚犯 不仅是监狱中黑人帮的成员 甚至还是黑老大的亲生辩弟 身为组长的叔叔 为了防止小黑遭到对方的报复 隔天就将其安排到了远离牢房的塔楼上工作 可不曾想才刚调任不到一周 小黑便通过望远镜突然发现 操场上放风的黑人帮 竟和白人帮爆发了冲突 没有经验的他只好赶紧先按下警报 接着便听从点狱长的命令 朝着塔楼下方发射大量催泪瓦斯 大部分囚犯在被这迷人演的烟雾命中后 纷纷趴在地上放弃了抵抗 可不料就在这时两名不要命的白人帮成员 竟对着一名黑人头目疯狂捧 点狱长在看到这一幕后 立马命令距离最近的小黑向行凶的白人太前 然而此时小黑却惊恐地发现 自己那稀烂的枪法竟错误地射杀了挨刀的黑人 由于这一连串意外 针对黑人的行动势必会遭到报复 身为组长的叔叔为了保护侄子 不得已请求点狱长将他转移到了女子监狱中 本以为这样就能让事态平息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女子监狱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平凡 小黑毕竟也是年轻力壮的帅小伙 未经试试的他又怎么抵挡的助女孩的殷勤呢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 小黑在执行时突然发现 一名女球竟在牢房中搔手弄姿吸引她的注意 虽然看得她燥热难耐 但想起当初长官教育过自己的那些话 她还是按耐住了心中的悦 可不料才刚过不到半个钟 刚才的那名女球竟突然腹痛开始生意 视察的小黑在看到这一幕后 只好驮着对方前往医务室检查 由于这种情况已经见怪不怪 所以和她一同值班的预警并未放在心上 甚至还贴心地打开了通道的门径 可没想到就当两人走到楼梯拐角时 女球竟突然拉着小黑一头钻进了监控盲区处 她的动作没有丝毫的犹豫 上来就扒着小黑一顿乱肯 见此情形小黑也按耐不住 决定在此大战一场 但就在此时女球却从自己头发后拿出了一根签 直到小黑彻底断气后 女球才哭丧着眼角从楼梯到往外爬 她坐坐的样子 不知道的还真以为她是受到了胁迫 而这一切的一切 其实都是黑人帮老大在暗中的安排 或许从最初招惹对方的那一刻起 小黑的结局便已经注定 男人在发现自己的藏货用完后 他不顾家里半瘫着的老婆和三岁不到的孩童 直接将刚点燃的香烟给放在了桌上 接着他毫不犹豫推开房门 大摇大摆地开车准备去购入新火 此时毒虫上脑的他怎么也没想到 燃烧殆尽的烟头恰好掉落在了桌下的垃圾桶内 熊熊烈火很快便蔓延至旁边的易燃品上 只见未经逝世的小孩刚一回头 不等周围的居民们报警 剧烈的爆炸声很快便惊动了半个城市的执法人员 并且随着他们一同来到案发现场的 还有大名鼎鼎的地下市长迈克 起初他们以为这只是场简单的意外爆炸案 但弟弟凯尔突然发现旁边还有一团未被熄灭的火 于是便喊来了消防员对其进行清理 可就当眼前的明火被干粉浇灭后 众人心中的怒火这才真正的被点燃 因为地上那团刚被熄灭的火下 正是一名不满三岁的孩童尸体 他不仅全身被烧到焦炭 甚至脸上还残留着死前惊恐的表情 并且这间房屋的主人肯尼还是个刚蹲完五年大牢的毒贩 由此可见这个三岁的孩童并非他的亲生骨肉 愤怒的警长直接将此案定性成了蓄意谋杀 他希望肯尼活不到被提审的那一天 于是要求特警在抓捕的过程中直接将其击毙 但奇怪的是 特警们先后连续捣毁了两个肯尼曾经藏身过的制毒窝底 可却没有发现任何与他相关的踪迹 并且还有一名战友在此一中牺牲 即便队长愤怒之下将所有毒贩全部击杀 但最终仍旧没有找到肯尼 由于还有其他的任务在身 特警们也只能先将这件任务给放下 让地下市长迈克动用帮派的力量前去处理 然而只有迈克知道 现在的他还得卖警方一个人请 无奈之下他也只好先找到两大帮派的首尾 告诉对方如果肯尼进了监狱就做得了 回到办公室的迈克突然发现 肯尼这家伙居然偷偷藏在了他的楼下 并且还哭丧着脸请求迈克帮自己一把 肯尼告诉迈克 那场爆炸纯属是被意外 自己其实很爱家里的老婆和那个小孩 现在的他知道自己只有以死才能谢罪 找到迈克的原因也是不希望自己遭受折磨而已 看着肯尼如此诚恳 迈克便告诉了他唯一能好死的办法 听完迈克的一番话后 肯尼毫不犹豫地走进了警局 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 当晚值班的警察竟也对他恨之入骨 他们并没有给肯尼任何立案的机会 在将其逮捕后直接就扔进了监狱 迈克得知此消息后简直气的肺都要炸 现在的他已然无力回天 肯尼被放进了帮派聚集的牢房内 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 都想着用肯尼的人头来找自己的老大两个头工 他在这里就像个过街老鼠一样 直到自己生命走到终点的那一刻 都还在被所有人见他唾弃 第二天 自认为完成了任务的黑人帮老大告诉迈克 果然一切都如迈克所料 这群帮派成员只会将此当作一场交易 迈克和黑人帮的关系不错 于是他随便找了个理由搪塞了一下 准备先拖延他们一阵 可相比于此白人帮就没有那么好对付 听着白人帮老大那不可一世的语气 迈克气得直接一脚油门干到了对方的老头 只见迈克抄起一旁的油桶 白人老大看到来者是迈克后 怒气直瞬间飙马 可没想到迈克却告诉他 如若不是自己在其中周旋 各警早就将白人帮的制毒窝点全部查封 让你们办事的好处自然会有 但至于给什么也是我说了算 说完这些后的迈克也是没留任何经验 直接转身离开了此地 此时的他还没意识到 不久后这群黑帮将搅得自己永无宁日 黑人囚犯只是在马桶里洗了一件内裤 却没想到竟引来了一群全副武装的狱警 The fuck 不等囚犯做出反应 狱警们直接掏出麻醉枪和胡椒喷雾 开始对这名没有犯任何错误的黑人展开攻击 然而这还没完 隔天狱警不仅将他关进了单人的小黑屋内 甚至还在中午饭点时 将一坨新鲜的打便塞进了他的午餐中 听着狱警略带挑衅的言语 囚犯虽然心里气氛无比 但他还是老老实实地来到马桶前 将刚才装饰的饭碗从洞口中挽了回去 别看他现在这么可怜 其实这一切都是他自己咎由自取 因为就在一天前 黑人帮派应地下市长迈克的要求 在监狱中干掉了一名最大恶极的囚犯 可令迈克没想到的是 隔天黑人帮便以此为由对他提出了要求 迈克表示你们既然帮了我的忙 那狱中的奖励自然是少不了 但至于给什么也是我说了算 虽然外面的黑人帮没有过多的为难迈克 可狱中的帮派成员却觉得自己受到了欺骗 他们大肆在操场捣乱甚至举其抗议 以为通过这种手段就能让地下市长妥协 却不成想迈克在得知此事后 居然直接给狱警下达了死命令 让对方彻底整治一下那群不懂事的黑人帮 于是开头被抓的那名小头领 就这样莫名其妙背了一顿黑锅 迈克本以为这样能让监狱里的帮派老实一点 可没想到才刚过两天 狱中便又爆发了一起大型蟹斗事物 由于黑人帮遭到了迈克的打压 导致操场上的地盘被白人帮给夺去 于是双方一言不合便抄起了家伙 然而更离谱的还在后面 塔楼上一名新上任的狱警因为慌张 不小心开枪误杀了一位无辜的黑人 如此带有针对性的意图 自然引起了所有黑人帮成员的不满 得知此事的迈克也是十分头疼 然而没等他想清楚怎么处理 自己的办公室外却突然出现了一名女孩 不等迈克开口询问 女孩便直接坦承自己的老大迈洛 就是当初删后那笔赃款的主人 而麦洛派他来的意图便是想和迈克重归于好 迈克从没想过 对方竟然会用这种小把戏来引他上钢 于是他不想多演 三两句便将眼前的女孩给打发走 然而殊不知 因为勾引迈克失败 女孩不仅遭到了迈洛在域外小弟的毒打 甚至连手指都被敲断 随后像被丢掉的垃圾一样再次出现在了迈克的面前 虽然对方并不是自己的菜 但看到遍体鳞伤的女孩后 迈克还是静下心来询问了他事情经过 或许是自己内心的正义感爆棚 迈克在听完女孩诉说的故事后 居然在大半夜喊上了两名与他交好的警员 让他们带上警徽和自己一起走进了酒吧 只见迈克不做犹豫 静止地走向了那名刚才殴打过女孩的小弟 在暴揍完小弟一顿后 迈克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酒吧 他本以为这样就能为其出口恶气 却不曾想得知此事后的脉络 居然又叫来了一位女孩 并且还声称只要他想 迈克身边就会不断地出现天使 起初他并不想理会 但突然女孩却告诉他自己身上有追踪器 迈克当即便意识到了大事不妙 果然等他回到办公室时 发现之前的那名女孩早已不见了踪影 此时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女孩竟被脉络的小弟 卖到了白人帮的地盘上 这群疯子不仅将他关在了暗无天日的地下室内 甚至还时不时地给他注射了一些奇怪的药物 并且直到完腻了后 再将他当作商品一般买卖给了周边小帮派的黑人 眼看女孩被关进了面包车中 逍遥的白人帮老大此时还不知道 他激怒了一头正在沉睡中的猛数 一场大难即将降临在他们所有人身上 只见几人在开车离开时突然发现 来时还完好的道路居然不知为何被临时封控 他们无奈只能按照交警的指示向右绕路行驶 可好巧不巧前方便是敌对帮派的地盘 自知情况不妙的司机赶忙提醒身边的兄弟 没有任何还手的机会 两名小帮派的成员 直接被敌对黑人帮给打成了筛子 不过好在侧门的钢板够后 女孩只是受到了一点惊吓并无大碍 得知此事的黑人帮老大不做犹豫 立马打电话叫来了正在寻找女孩的地下市长迈克 在看到被白人帮折磨到不成人样的爱丽丝后 迈克的怒火顿时飙升至顶点 他没有丝毫的停留 拉起爱丽丝直接返回到了白人帮的地盘 直接迈克登陆了自己阴眼的大号 开始疯狂清扫白人帮地盘里的这些杂属 在干掉了这群人渣后 迈克带着爱丽丝一起来到了人烟罕至的深山中 因为他知道 爱丽丝身上肯定也有黑帮大佬米洛留下的追踪器 于是迈克不做犹豫 在进行简单的清理消毒后 直接让爱丽丝咬住事先准备好的毛巾 随后一股作气割开宽布 成功将追踪器取出 直到这一刻起 爱丽丝才是真正得到了解放 但毕竟伤口还需要时间疗养 迈克只能先把爱丽丝带回自己在山里的老屋 在此度过了几天清闲的日子 沉浸在爱河中的他当然不知道 此时远在金斯敦关押黑帮的监狱当中 一股浓烈的反叛气息正在慢慢晕了 因为狱警在派发早餐的过程中突然发现 所有帮派成员居然背对着他站在牢房门口 看起来就像是有组织的在进行某种活动一般 不明所以的他只好先向上级汇报状况 老练的组长认为这是一种赤裸裸的威胁 可点狱长却觉得对方只是在抗路 毕竟就在前部九关禁闭室 组长还往黑人帮头领的午餐中加入过大便 如今那名头目还在禁闭室中待着 或许囚犯们这么做事在为他发声 可即便点狱长逻辑清晰地说出了推论 自认为更懂黑帮的组长却不以为然 他表示狱警必须要坚持立场绝不退 不能让囚犯们的违法念头有任何可乘之机 但由于点狱长并未长期与囚犯们进行接触 自认为有话语权的他居然下令召集所有帮派的头目 企图在监狱中开展一次空前的谈判 他告诉各个帮派在监狱中的领导人 只要大家在服刑期间和平共处遵纪守法 狱警们就绝对不会隔三差五找他们的茶 原本点狱长以为自己出马就能让对方妥协 却不曾想这群帮派的头目不仅不领情 甚至还在第二天吃午饭时 通过互相协作悄悄刺死了一名警卫 虽然最后还是抓到了凶手 但此时包括点狱长在内的所有人都不知道 金斯敦的监狱即将面临一场前无古人的巨大暴乱 一群高中生正在进行冰球比赛 一个白人运动员盯上了一名黑人小伙 可当黑人小伙反击时 而这一切都被在旁边的地下市长迈克看在眼里 很快双方便从冰球比赛变成了真人比 可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看台上的白人父亲竟然也对黑人小伙动手 这下迈克再也忍不了 迈克跳进场地救下了正被围攻的小黑 而这黑人小伙不是别人 正是当地黑人帮老大的外甥 原来不久前一位检察官找到了迈克 他的女儿被一个变态绑架杀害 一直到现在都没找到尸体 虽然凶手已经被缉拿归案 但对方却放着减刑的机会不用 选择死因到底 如今距离死刑只剩下了两周时间 而这也是检察官拜托迈克的原因 只有他有能力在短时间内查出这里面的猫 于是迈克便找到黑人帮老大 希望对方可以让里面的小弟打听这个变态的信息 巧的是黑人老大也刚好有事求迈克帮忙 因为黑人帮的成员不能擅自离开这片区域 他便想让迈克送自己的外甥参加冰球比赛 对于这种小事迈克也答应得十分干脆 于是便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 而在打完这一架后 迈克对这位倔强的黑人男孩更加欣赏 他告诉男孩不要害怕 因为今后自己将成为他最坚强的后盾 警长在监狱提审犯人时突然发现 身后有几名极其诡异的囚犯 正用尖锐的目光死盯着狱警腰间的钥匙 起初他只是有点怀疑 可下一秒 眼见外面的囚犯突然出现暴动 值班室内的狱警虽然成功拉响了警 但最终还是被破门而入的黑人给干倒在地 并且大量属于狱警的武器也被囚犯们给夺走 原本提审犯人的现场顿时惨叫一遍 只用了不到三分钟的时间 黑人头目便成功夺取了狱警的钥匙 他带着所有小第一器 打开了存放热武器的保险柜 此时不明所以前来支援的狱警全部都成了火把 平日里捞足有水的他们 如今就连跑路都卖不动脚 很快第一批拿到武器的囚犯打开了通往下层的大门 他们进来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解决掉所有狱警 剧烈的枪声传到了其余牢房囚犯的耳中 机缘已久的他们不做犹豫 直接对着面前看守的狱警展开群谋 不出半课钟的时间 下层牢房便全部被暴怒的囚犯们给占领 此时上层装备精良的狱警们也意识到了情况危急 他们整装待发朝着暴乱的地方前进 企图以武力的方式来阻止事态继续恶化 然而不曾想此事带头的小飞已经打开了中控室的大门 这下一切都晚了 任凭狱警们的装备再怎么精良 也比不过数量远超自己百倍且手持热武器的囚犯 他们被打得节节败退只能如鼠窜一般厚扯 可不料狭窄地过到后方竟也出现了大批的囚犯 赤单力薄的狱警没有任何还手之力 蜂幽而至的囚犯们很快便将他们吞噬 此时最初那两名被打倒的警员也醒了过来 在帮助同伴洗掉了脸上残余的辣椒水后 两人便毫不犹豫地朝着监狱内部开始移动 因为他们知道夺取了控制权的囚犯们肯定会来到操场上示威 然而事实也正如他们所料 此时的金斯敦监狱已然狼烟似起 而掌管这一切的地下市长迈克 却才刚刚收到暴乱的通知 见此情形迈克也只好赶紧先开车前往监狱外 赶到此地的迈克直接找到了和自己交好的客警罗伯特 他表示自己的弟弟凯尔和凶案组的警长还在狱中 当务之急必须先把他们给救出来 可现在监狱外围已经被国安局警员给接管 罗伯特想要向上级警球实施救援行动 但对方却已无法确认位置为由拒绝了他 好在下一秒迈克接受到了弟弟凯尔的短信 特警部队很快便用高科技装置锁定了他的位置 接着罗伯特不做犹豫 悄悄带领特警队利用运输车做掩护 撬开警盖秘密实施了这次救援任务 此时的凯尔正和警长一起蜷缩在角落 可下一秒一群囚犯便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好在关键时刻特警部队急事打倒 海尔等人成功获救 但现在更加棘手的是 暴动的囚犯居然向迈克提出了谈判 他们打着为自由而革命的旗号 不仅将曾经欺压过他们的那些狱警 绑到操场上示威 甚至还在全国联网的直播下 公然开枪袭击了天上拍摄的新闻直升机 并且其中一名领头的囚犯还给警方打去了电话 他们已被绑到操场上的狱警性命作邀请 逼迫警方派人进入监狱来和他们谈判 眼见这群暴徒已经没有了丝毫人性 无奈身为串联黑白两道的地下市长迈克 只好亲自作为谈判使者 走进了这座满目疮痍的监狱 因为除了他以外 没有人更清楚囚犯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此时政府派来支援的国民警卫队也已赶到 他们纷纷架起云梯爬上了监狱外围的高塔 用最强悍的火力来掩护进入了铁丝网内的迈克 不过一眼的时间 他便发现这里的情况要比从视频中看到的更加惨烈 大量疯狂的囚犯手持热武器围在狱警身边 好像下一秒就要将对方生吞活泼了一轮 狱警看到来者是迈克后心中燃起了希望 但不曾想引领这场暴乱的小黑却告诉他 谁都可以离开 唯独狱警不行 迈克清楚地知道 这群囚犯早已没有了出狱的可能 他们日日夜夜遭受狱警的折磨 如今唯一想要的唯有复仇 眼见有囚犯赶开枪 塔楼上的国民警卫队以为迈克的生命受到了威胁 他们毫不犹豫朝着下方的囚犯们展开了攻击 大量机枪夹杂着狙击手的狐狸富 只一瞬间便让下方的囚犯乱成了一锅中 而迈克也伸之子弹无眼 于是赶紧找了个掩体躲进下方 此时一些还想活命的囚犯企图从下水道中逃离 可不料特警部队早已潜伏至此 他们从内部向外攻击 与塔楼上的警卫队形成了夹击之势 不过半刻钟的时间 原本有着数百名暴动囚犯占领的操场 如今已只剩下了遍地的视野和缴械的残变 迈克从杂乱的废墟中站起身 在看到自己的弟弟凯尔幸存下来后 兄弟俩如久别重逢般的相拥在了一起 虽然这场极其恶劣的暴乱落下了帷幕 但只有迈克知道 从今往后 这座名叫金斯敦且方圆只有不到17公里的小镇 将迎来一次彻彻底底的大洗牌 他脱下自己那沉重无比的防弹衣 贪坐在豪华轿跑的车头上俯身思考 自己这个痊愈滔天的地下市场 未来会不会也落到这样的一幅田地呢